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快报 飘移 飞车 侧轮 前行等 估计大家在电视上看过这样精彩的汽车特技 然而在前不久在团结大街与星达路的交叉路口处 就发生了一起比这些更加惊险刺激的蹊跷的事情 三辆汽车在行驶的途中突然是腾空而起 其中一辆还发生了侧翻 让周围的人是下出了一身冷汗 事故发生在团结大街和星达路的交叉口 从监控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辆面包车由南向北行驶而来 就在它准备右转弯时 车尾突然腾空而起发生了侧翻 随后紧邻的面包车也飞离了地面 撞到了后边的小轿车 同时由北向南驶过来的一辆轿车也弹了起来 三辆轿车怎么就无缘无故的飞起来了呢 赶到现场后我们看到 三辆车横七竖八的停在马路中间 地上还有一根横传马路的钢丝绳 发生侧翻的面包车驾驶人告诉我们 导致他们发生事故的就是这根钢丝 车屋车速慢 车速慢车速坐坐了吧 一下发 它这个环卫车把这个线给搅起来了 搅起来了 搅起来以后这车正好 那线正好在我们车底里 一下把我们给兜起来了 你把你兜起来了 兜起来车一下给掀翻了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经过 我们调取了事故发生前一刻的监控录像 画面中显示 一辆环卫车正在游北向南通过这一路口 车速比较缓慢 就在环卫车通过路口大约10米的时候 三辆车突然一跃而起 原来环卫车底盘下面有一个旋转的扫盘 正是这个扫盘缠住了钢丝 最终绊倒了它的车 附近施工人员告诉我们 这些钢丝绳是为了移动路口的电线杆而布置的 没想到 刚铺好钢丝绳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事故发生时 正值中午车流高峰时段 如果不是特别的留意 很难发现地面上的钢丝绳 可在施工现场 我们连一个施工警示牌都没有看到 施工人员告诉我们 钢丝绳本来应该在地上 车轮压过去并不会对车产生影响 而且施工的马路两侧都有工作人员 可以及时地给驾驶人做出提示 所以才没有设置施工警示牌 无巧不成书 恰恰就在这时过来了一辆环卫车 也恰好这辆环卫车正在作业 最终导致了这起事故 对于这起事故 事故科民警也正在做进一步处理 还好是无人员伤亡 不过这起事故虽然说看起来是一个巧合 但是如果说施工方足够的重视 及时的在路面设置警示牌 这个巧合就是不会发生的 不过也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 在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注意 进防意外的发生